各位好 现在来跟你们分享 未来的打算 这是我个人想出来的 你的时间的分配 最好是用你工作的20% 就是五分之一的时间 为未来而准备的 就像你去读书 也是为未来而准备的 接受薪资 为未来准备的 每天有五分之一的时间 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去工作赚钱 要去煮东西 要找东西吃 还要帮别人做一些事情 帮家里做一点事情 那看你能不能去安排 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 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 表示你一天可能有 睡觉八小时 你还有十六小时 这十六小时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吃住工作 对不对 总要赚钱养活 对不对 可是有五分之一 十六小时 五分之一就比较到两三小时 对不对 或是你说 一天只工作十小时 好 我的工作是表示说 吃饭也算 对不对 因为你为了继续走更远的路 你要吃饭 然后你要 学习 跟人家聊天 这些事情 所以说 为未来 就是说跟你现在没有关系的 那你要花五分之一的时间 去努力 比如说你 学习是最容易了解的 可是呢 有时候帮助别人 也是为未来而打算的 对不对 你帮助人家 搞不好以后你要人家帮助 是不是 那 而且帮助别人家 别人也是 也是有一种快乐 因为 你觉得 你做得很不错 对不对 好 这都是 不是 以金钱来衡量的 对 所以 百分之 二十 百分之二十 这样就好了 去 读书 帮忙别人 或是为别人做事 好 或是 你也可以到外面捡垃圾啊 对不对 好 或是 你就 像童君讲的 日行一善 相知的东西 我意思不是说 刻意 刻意 去找 你在生活中 你一定会碰到你的 抉择 你的决定 好 就像我在 我的工作 在管理房子 在修东西 对不对 住客呢 都乱丢东西 尤其在墨西哥 都喝酒 喝完以后 就酒 都不晓得 酒瓶在哪里了 我常常都会捡到 他六瓶酒 我们一带有六瓶 他只喝四五瓶 他都倒了 然后剩下一瓶都没开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帮他捡起来 当然是你也不是刻意帮忙他 你就觉得这对社会 这环境是有帮助的 你就把他捡回来 捡回来呢 你要为这个世界是有点帮助 所以你要去回收 尽量把他分类回收 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当垃圾 去把他埋掉 当然这是 这是人家讲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就是你要觉得是对别人好的 对社会好的 对未来的环境 未来的人类 就是环境的好的 你就尽量去做一点点 我不是说你刻意一定要去做什么 就是你有机会就做 遇到的就做 好 那这时候要 其实要考虑很多的变化 比如举个例子 你现在如果 就像我刚才讲的 去修东西 然后顺便捡垃圾 对不对 这都举手之劳 对不对 那或是说刚好 路上有遇到什么事情 你就把它捡起来 对不对 那 然后再分类 对不对 我常常 捡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就放在我家 然后一堆一堆的 比如这是铁 铁的铁器 你看我视频 你也看到铁器 什么样的分类 还有塑胶袋的 还有怎么样 就放在回收的地方 不要说全部都去把它埋掉 那就是当垃圾买掉 这是看不到的 可是对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一点点 一点点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说各位 要记得 把时间 五分之一的时间 用在 未来 对未来 未来有帮助的 那 为你 未来的环境 或是未来的 那 那你的生命 我重点要讲 就是你 生命才会深深不息 对不对 也才 才不会 就是 人 走这一招 就是说 这一趟的生命 才会完美 完满 圆满 OK 好 就分享到这里 请订阅传业 点赞 还有 跟我走 and follow your heart OK 拜拜